大屏幕 有数据计算作答 几天地之力 那海川之力 科学不惠万物 创新赋能未来 汇聚智慧能量 创新赋能未来 接下来让我们热烈的掌声 有请阿里巴巴首席技术官 张建峰先生 大家稍微好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阿里巴巴 借这个军系大会的机会 阿里巴巴技术的一些想法 一年前 马老师提出了著名的五星战略 其中像新民社我们也看到 像一些河马 像一些无人咖啡店 我们得到了一些 非常快速的发展 但是技术这一块 我们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怎么来看待新技术 是怎么来 跟阿里巴巴的未来 是怎么样结合起来的 我们阿里巴巴集团是 应该是一家成长于 互联网时代 扎根于互联网时代 这么一家公司 所以阿里巴巴对技术 有自己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 给理解 互联网时代大家知道 第一波的浪潮是 把计算机从一个单一的工具 变成了一个平台 这是从互联网诞生的那一颗 其他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第一步的浪潮里面 他把信息都连接在一起了 比较代表的一些企业 你像作为一个搜索的 像Google等等 他把全世界的散落在一个单点的数据 信息都连上一个平台 这是他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步的价值 第二波我认为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移动互联网发展之后 他把信息都给分享 传递变得更加自然 这一波里面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今天我们在讲的 像社交 应用等等 到阿里巴巴在这一波的浪潮中 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是做了一些 跟大家想象中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做电子商务 不仅是提供货架 我们是通过互联网 把这个平台把消费者跟生产者连接在一起 把品牌跟消费者连接在一起 这个连接跟传统的 其他人来说的做零周 做电子商务 是有个非常本质的区别的 因为这个连接它是双向的 因为通过这个连接会诞生出 会创新出无数的一个新的可能 而不仅是说我通过电子商务 通过互联网来提升零售的效率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们走出了一条非常非常独特的一条道路 但今天我们也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发展 PC大家都知道 PC的销量已经连续在下降 已经萎缩比较厉害了 今天在电子市场去 纯粹卖一台PC机的 基本上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无线互联网 就是手机为代表的无线互联网 无线互联网的手机从16年开始 基本上都稳定在4亿的出货量 在中国 所以它也没有做一个新的一个增量 手机的操作界面已经决定了 因为我的界面只有这么一个屏幕 对吧 我这个屏幕里面可以放的东西是有限的 所以现在的超级APP 基本上占据了 占据了手机最主要的一个local的一个来源 所以下一波 下一波的机会来到什么地方 我们在思考 因为现在还有这么多的设备没有被连接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一些物体没有被连接 我们认为以RIOT为代表的自联网 可能是下面一个最最主要去解决的问题 这上面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尝试 像我们做了城市大脑 是希望把城市里面的所有的物体连接起来 从小道阴井盖到电线杆到马路到这个红绿灯都能通过这个互联网连接起来 它只是提供过连接的一个功能 但我们也认为光连接是不够的 光连接是不够的 因为连接只是把所有的人聚在一起 一聚在一起 我们还需要去感知 对吧 还需要去处理数据 最终我们还要实时的做出决策 去控制被连接的一个主体 这是我们认为这个自联网的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定义 还有一个我们非常想要说的就是我们想做新一代的人机交互 像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很多交互手段 包括现在非常热门的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它其实目前要解决的主要是一个人机交互的问题 因为我们骑开车 开车有必要一定要拿个方向盘吗 骑的可能是可能没有这个必要 对吧 我们一定要去控制这个空调一定要去拿遥控器吗 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我们有一种更自然的这种方式 可能是语音可能是其他的 以这个Apple这个苹果这个手机为代表的 就是因为它从原先的键盘上操作 升级到了这个屏幕式的这个充实的操作 但它只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的一个升级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整个整个人机交互 从你家里的一些应用 到我们的一些驾驶都有个全面的这个升级 然后马老师非常强调 我们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Machine Learning 我们做的是机器智能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说 我们做的是这个机器智能 机器智能跟人工智能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的理解 今天我们很多东西是因为以前人家是这么做的 所以以前的做法都是因为要人来控制 所以我今天我不想让人来控制 我需要用机器来控制 所以我要模仿这个人来去控制 我们举个例子 现在人工智能里面最热门的是做什么 做图像识别 做图像识别 我们在交通上也好 在城市管理上也好 装了无数的一个摄像头 因为我们拍了这么多的照片 现在我们人看不过来了 所以需要机器来看 所以机器又要模仿人的所有的思考方法 重新来认识这个图片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今天如果这个照片就是用机器来看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拍成现在这个照片的样子 它直接可以是机器认识的就可以了 机器可能并不需要一定要用4K 8K高清彩色 它可能都不需要 它是另一种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 所以机器这个智能它一定是会超越的 王先生举过个例子 就是人工智能 人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吗 对吧 我们讲这个训诀 这个猪鼻子 这个狗鼻子 比人的训诀更好 那你去模仿人工智能去做这个机器 你觉得会做的比人类更好吗 其实不可能 对吧 所以说今天我们是要把机器变得有智能 而且变得大家独立的一个智能 这个智能是应该机器的能力决定的 而不是人的能力决定的 我们今天下围棋 下围棋它模仿人类最好 也就达到人类这个智力 是吧 但它不能超进一步的超越 我们今天来看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讲普相识别 讲这个深度学习 都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传量的世界了 有传量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用固有的思路去解决 那我们就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今天我们想要用机器智能这个概念 来重新的定义一下 我们真正要的智能是怎么样的一个智能 所以今天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解决了这么多的连接的问题 这个不可避免的会怎么样 会产生大量的一个数据 会产生大量的一个数据 这个世界它一定是会被数字化 这个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因为只有数字化之后才有自动化的可能性 对吧 才有智能化的可能性 所以它一定是会被数字化的 那我们是怎么能理解这个数据 怎么能理个数据 以前我们说我们九年前阿里巴巴第一次提出 阿里巴巴是一家数据大数据公司 数据是能源 但我今天要讲的是数据不仅是能源 今天我们觉得机器智能 智联网 包括这个人机交互组成一个人体的话 数据就是血液 没有这个血液 所有的上面一切都没有这个创新的一个能量来源 所以数据我们认为它远远不止于 不止于这个资源 它是组成所有未来一切的这个血液 所以这个数据的重要性 数据的重要性 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怎么来看待 未来这个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我觉得杭州有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 杭州在中国最早一批成立了这个叫做数据局 是吧 数据局 为什么说要有这个数据这个局 数据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我认为今后的数据有两个特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是实时性 数据一定要非常实时 我们在讲以前我们在一个产品上推广 在中央台做广告 我们做了广告之后 三个月之后厂家才知道这个广告做得好不好 这个效果好不好 好消费者买不买单 这个时候 然后我要去组织三财组织安排 对吧 现在我们这个数字化的广告 我们每分钟都知道我这个效果 我的效果怎么样 那这个数据的实时性非常非常重要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这个数据一定要平台化 一定要串练起来 阿里巴巴有三件事其实统一的 其中有两件事跟技术相关的 第一是数据 我们集团的所有数据都是放在一起 被从被每天都被设置的进来 定义清洗处理 最后留到各个业务部门去去去去做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技术平台是统一的 为什么数据要统一啊 我举个例子 今天这个工箱单车很流行 工箱单车很流行 工箱单车 以前的工箱单车 因为它不是联网的 所以大家就是一辆车 你可以骑走就算了 那现在我们跟人小黄车啊 他们合作 我们这个 把他这个小黄车给联网了 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车的运行轨迹 我们也知道它的密度 所以对这个数据 我们就知道哪个小区到哪个小区 或者哪个小区到哪个地方 它的 骑工箱单车的人特别多 那这个数据拿到之后 当然一方面可以改进小黄车本身的运营效率 但是这个数据如果被公交公司知道了 公交公司去可以优化它的公交线路 现在因为我们都没有这个数据 所以公交公司可能说 哎我今天我这里搬车在开嘛 我一直往前开好了 所以数据它一定要平台化 它只有融会贯通之后 才会产生新的生产力 才会有新的这个创造力 所以我认为数据一定要这个实实化 互联网公司跟传统公司有什么不 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我们都讲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是个什么样的思维 对阿里巴巴来讲 我们觉得互联网思维第一 我觉得就是个数据思维 你必须要有这个数据 你才能做出一些合理的决策 传统公司的CEO和互联网公司的CEO 有很大的不一样 传统公司的CEO他做一个决定 他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正确还是对 可能应分要很久 互联网公司我们CEO可能对我们的讨论 这个页面这个按钮应该用红色还是蓝色 他为什么能做这个决定 因为他有这个数据 他知道这个改了之后 这个数据有变化了 所以他敢于做这种决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互联网公司的 跟传统公司的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 阿里我们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我们开会 我跟他们讲 第一你有数据说数据 没有数据对不起那你说案例 没有案例就说观点 都没有你就不要说了 你说了说了没用 说了说了说了没有用 所以这个数据是第一位的 有数据你就跟CEO一样有这个power 对吧 你看这个数据就是这样 对吧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互联网这个数据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这么多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要做机器智能 我们要做数据 我们要做自联网 所以我们后面还有非常多的问题要解决 这些问题包括我们的计算能力 计算平台 算法 自然语言的处理要理解 是吧 视觉的计算安全 包括更底层的芯片 更底层的操作系统 因为今天对阿里巴巴这家公司来说 你已经不可能从市面上买到商用的一些产品 来支撑我们对未来这个发展需要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自己的更深层次的研发 我们讲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用来发现规律 掌握规律 技术是干嘛 技术是来利用这个规律 工程 工程是来实现这个规律 阿里巴巴这么多年来 我们通过尤其是通过这个双十一 我们今天能非常非常强的工程技术能力 非常强的工程技术能力 我们今天把双十一这一天的技术保障称为什么 称为互联网的超级工程 我们现在现在有很多超级工程造了个大楼 造了个大桥 但是今天像双十一能够支撑起这套体系的互联网 它本身就是个超级工程 它解决无数的一个技术问题 今天我们想更进一步 我们觉得光解决工程技术问题不够 我们还想掌握规律 发现规律 这是我们真正能够迎来引领这个未来 真正能够定义这个未来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要素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些更多的事情 我们还是要做什么 刚才主持人说了 我们想成立阿里巴巴的全球研究院 因为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才 一起参与来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研究院有个德意无二的一个名字 叫做阿里巴巴达摩院 阿里巴巴达摩院 我们也计划在三年之内 对新技术投资超过1000亿人民币 我们想要在技术上面 真正的做一些原创性的 根本性的这么一些探索 这是我们的一个 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 所以我们这么多钱是干什么 我们想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 我们始终认为 人才是真正的生产力 在阿里巴巴达摩院 不是叫你来做苦行生的 是叫你来做骑士的 你们是新时代的一个骑士 你们不是这个风霄霄系的壮士 科学工作者必须有科学工作者 应该得到这个这个荣誉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达摩院 阿里巴巴刚才讲了 我们有这么多的技术 这么多的平台 我们还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 我们是想把这个整套的技术 不仅去探索未来 不仅服务好我们自己的业务 我们想通过阿里云这个平台 去赋能所有的创业者 因为我们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们八年前就这么做了 我们做了这个云计算 因为我们是有这个比例 我们是相信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 我们才做这个事情 我们并不是像其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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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云公司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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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计算公司 是因为我要转型升级了 对是因为这个东西非常流行啊 所以我要去做云计算 我们真的是因为坚信 而且我也相信通过我们这么多的 这个技术的一个努力跟积累 我我们相信我其实非常坚信 最终云计算的一切的基础设施 以后会取向于免费 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力 是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数据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的理解 真正改变了某些这个行业 替某些行业解决的问题创造的价值 这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云计算 最终要去的一个方向 去的一个方向 整个达某样呢 我们有三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呢 我们在全球各地建自己的实验室 这是我们阿里巴巴自己集团投资的 第二部分 我们是跟高校建立联合的研究所 现在我们跟深江大学 阿里巴巴前沿技术研究院 运行的非常好 有一百多个教授 非常多的博士 在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上工作 为什么呢 吸引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工作 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计算的装置 我们有非常多的义务的场景 他能够快速地来发现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采用了非常与众不同的方法 而别人可能是这样 我有个项目建好了 然后交给别人来招投标 你这个这个交给自大 你来你来做 我们不是这样 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 发现一个问题 跟解决的问题 这个难度是一样的 所以你都要发现问题 这让你请你来做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大的挑战 我们都是定一个未来的世界 所以我们请他们来说 你们进来 我们一起来看 到底有什么问题 用你们的眼光来看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来解决 所以今天我们跟浙大 跟这个这个 这个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 博克力的实验室 跟中科研的量子实验室 跟千华大学 这个金融科技 都成立了联合实验室 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那第三部分 是我们的创新研究计划 到这我会讲一下 所以这个全球研究计划 我们现在在以色列 在新加坡 在莫斯科 在这个夏图 跟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都建立了自己的一个 研究机构 那我们想在 刚才我讲的 数据智能 智联网 计算 数据 大数据的去处理 等等方面 做一些前远性的 基础性的研究 并且能够快速 把这件研究成果 变成我们 业务上可以 试的 业务上可以用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通过阿里云这个平台 变成所有人 可以使用的 一个技术基础设施 那我们刚才说了 最后的一部分 是我们的采学研平台 那这个平台非常有意思 我们现在 我们把 要解决的非常多的问题 做成一个表格 发给全球的所有高校 那高校的教授机构 他们会对他们感兴趣的 或他们的研究方向 做一个PP 做个PP 然后他会来写他的Proposal 那我们觉得他的Proposal 跟我们的比较一致 然后我们会联合来做这个项目 那现在我们做了 有200多个团队 跟我们进行了连接 我们现在有40多个项目 正在开始启动作 而且这个教授 绝大部分机构 绝大部分来自于海外 绝大部分来自于海外 因为国内有很多高校也参加 这是我们的一个产宣言的开放平台 所以最终呢 我们这个达摩院 那三部分 我们自己建实验室 跟高校做联合实验室 通过这个项目 让更多的一些教授机构 能够参与进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 最终我们希望以科技来创新这个世界 来改变这个世界 这是我们达摩院的一个愿景 所以今天我们是正式宣布 我们成立这个阿里巴巴达摩院 好 那我都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行巅张建峰先生 非常恭喜啊 来请留步请留步 首先要恭喜这个阿里巴巴成立了达摩院 这样一个研究机构 可以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来请请请 但是我想知道啊 你刚刚也提到 如果说大数据血液 可是我们最需要的还是 那么多智慧的大脑对不对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有哪些高僧大德 会加盟我们的达摩院呢 我们达摩院 因为我们还进了一个 单独的一个学术委员会 所以我们有请了 请了一个全球十个 各个不同领域的一个科学家 会加入我们的这个这个 学术委员会 那今天有有几位这个 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来到了这个现场 太好了 他们就是引领我们探索 未来的先行者 让我们一起从大屏幕上 先来认识他们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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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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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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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您好您请来 杨教授请 我们非常想听听 来请 非常感谢您今天光临我们的云七大会 我们也非常想听听您对于大墨月有些什么样的厚望 我觉得阿里巴巴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公司 那么马云老师尤其是善于创造奇迹 虽然要成立这么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这么大的视野的研究院 会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世界级的工作 但是我相信在马云老师的支持和引导之下 阿里巴巴研究院阿里巴巴达摩院将一定在不久的未来 我们会看到一个世界级的领先的研究院 谢谢 谢谢再次 谢谢您对达摩院的期望 我们一定不负重托 来我们几位请 在今天这样一个达摩院成立的一个特别的时刻 我想也要有种很特别的方式来纪念一下 对不对 来各位请 好我们看到这个达摩武僧 来 please 达摩武僧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卷轴 这是我们达摩院的标志题字 三位请 我们知道达摩院在未来社会的发展当中 扮演着汇聚全球的智慧力量 以尖端基础实现全人类普惠共荣 这样一种重任 所以各位重任在间 非常感谢你们的加盟 非常感谢你们的见证 来各位请拿起你们身后的玉玺 为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留下你们最深的祝福 没有位置 我们一起来全场倒计时好吗 五四三二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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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谢谢 谢谢诸位智者的加持 谢谢你们 远征始于对未来的好奇 我们的阿里巴巴达摩号马上就要起航了 让我们一起踏上探索未知的真诚 我们河下赢 我们河下赢 谢谢来我们的四位嘉宾我们请 请留步 谢谢你们再次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再次感谢 我相信还有更多的科技新大陆 等待人类去发现我们的达摩号已经起航 好